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以前又有一个很美好的家园 一齐自由自在地生活 大家都相处得很和谐 很融洽 但是有一天,它出現了 它是一條貪食蟲 它一步一步地接近我們 好像想吞佔我們的家園 但是我們除了害怕,都不知道怎麼辦 我們沒有去阻止,打算有得它 眼見它一口一口吃了我們建立的成果 我們沒有出聲,以為它會適可而止 誰知道它貪得無厭 現在才發現原來啞隱逃避 只會令它更加過分 最後我們的家園被它徹底摧毀 自食其果 博士等於縱容 貪污絕不容忍 我們的家園 收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